而罗腾元搬新加了屏东县议员蒋玉慧 他找到了一间40多坪的老旧平房 旁边还有一块空地可以作为开心农场来种菜 不过罗腾元还是面临被县府勒令解散的命运 蒋玉慧他说他不会立案 目前只有收六名身心障碍者 不过他的账目会公开透明 他坚持用自己的方式为弱势族群打平 藏身在三合院后头这一间老旧平房 就是罗腾元的新家 40多坪的空间 旁边还有淫坏面积约两分大的空地 院生9月底搬进来之后 拿起锄头就进种种菜除除草 尽管动作看起来不是很利落 但这里就是他们的开心农场 搬到新家才半个月 从床位就看得出来 蒋玉慧坚持不立案的决心 只收六名怨声 那我们现在目前就是收容六个 因为依据身心障碍保证法 七个人以上 大家必须要立案为机构 六个人 七人以下不用报废 所以我们目前就是一反 就是收容六个 罗腾元被要求搬家 事件吵得沸沸扬扬 如今新家尘埃落定之后 蒋玉慧还是坚持走自己的路 宁可转型 也不愿意走合法路线 对于民众的捐款 蒋玉慧也坚持回馈社区 帮助落实 那这1700多块呢 我们现在目前呢 我们也做社区的极难救助金 那这样我们会公布得很清楚 我们也会深入获胜 蒋玉慧说 他会公开各界的善心捐款 不怕检举打压 以前就是自己一个人募款 也没跟政府拿经费 未来也会继续坚持用这种方式 带领罗腾元做他认为该做的事 民事新闻 红明生 评论报导 我们下期见